有没有一个可能所谓南海中产案的结果虽然出炉 但是各方的周边的国家并没有跟着起舞 因为这个结果出炉并没有达到美日他们的这种结果 所以在这个时候也顺便把钓鱼岛的问题也给你所谓升级或者是解决 其实是这样就是在所谓的南海中产案出炉之后呢 其实也就是美国日本菲律宾 特别是日本呢 他本来不是南海的生活不关他的事情 但是呢他跳得非常的高啊 不断的出来挑事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是中国呢 一直是表达了原则的立场 也严厉的批评过日本的这样一些举动啊 这是见不得人的不光彩的一些举动 那么在南海的问题适当的平静了之后呢 我们看到在东海的问题上 那么中国政府中国的海军船中国的渔船啊 用这样的一种行动来告诉真正的主人是谁啊 那么在东海这个问题上实际上呢是教训了日本 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呢 那么紧接着就是一个问题了 就是日本虽然抗议 日本呢可能还会采取相应的一些应对的措施 但是局势会不会进一步的升级 会不会发生冲突 我个人的一个理解呢就是日本方面呢 虽然不断的提出抗议 但是呢有一句话叫做有理不在身高 你再怎么抗议的话 中国该怎么做还怎么做 对吧 丝毫不会减少减弱 在中国的领海行使主权这样的一种举动啊 中国的公务船是在自己的领海 来行使公务 来执行公务 中国的渔船是自己的领海 传统的渔场来进行捕鱼作业 所以呢任何的国家没有权利干涉 那么日本政府抗议 你看意就抗议吧 对吧 中国的渔船还会来 中国的公务船也还会在这个海域进行执法 如果说日本采取相应的一些措施 包括擦装 这个海上的保安厅的这个保安船 到这个水域和中国进行对峙 甚至于危罪堵截 像2010年那样发水炮 冲撞中国的渔船 逮捕中国的渔民的话 那我相信呢 中国的公务船会也会采取强人有力的措施 来保护中国渔民的权益 对吧 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呢 如果说日本日方不想升级的话 应该是日方自己首先保持克制 不要升级 还有一个呢 就是其实我们从目前的海上的情况来看呢 也没有到升级的那样一些迹象 也没有出现过升级那些迹象 比方说日本的海上的保安船 也是在比较远的地方进行戒备 日本的海上自卫队也没有出动 中国的军舰呢也没有出动 所以呢从目前来看呢 基本上呢 还是属于一个比较可控的 相对比较平稳的一种状态 和2010年的那种比较激烈的冲突 还是有区别的 当然如果日本方面派遣海上自卫队 特别是启动所谓的海上应急对应措施的话 那么中国也会随即的启动 相应的一些保护措施 我们知道呢在2012年的时候 当时日本曾经 有过一个计划就是他们认为呢 中国的渔船很有可能就是你刚才所说的 是解放军乔装的渔民 实际上他们是民兵或者是正规军 那么有可能突然的发起这个登岛的这样一个行动 所以呢在2012年的时候 当时新防卫大纲里面也曾经做出过调整 甚至也列出了五个作战计划 第一个呢就是海上的戒备 第二个呢就是空中海上的支援 第三个呢就是海上连结 第四个呢就是夺岛 而且根据这五个作战计划 还进行过夺岛的演习 那么因此呢日本方面实际上 它也是做好了所谓的一个万全的准备 但是日本想多了 中国政府其实并没有这样的一个举动 也没有这样一个意图 中国政府只是用自己的行动 第一维权 第二告诉日本这里是我们的 这是我们是这里的主人 第三当然也是中国一直坚持的 调游岛问题 包括调游岛附近的这个领海主庭的争端 争端是一直是存在的 日本方面想要否认这样一个争端 既不现实也不合理 也不符合这个中日达成的四点共识 所以呢我觉得呢 中国会在这个水域 进一步的或者是继续的 加强海上维胸活动